今年即将迈入40岁的陈妍希 拥有清纯的气质 动灵的美貌 出道17年的她 却在当年拍完一部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后 就再也没有代表作 今天这部影片将带你来看看为什么 陈妍希家境富裕 高中就被父母送到美国念书 毕业后曾经在世界知名的 服装设计殿堂 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学习一年 后来转学到南加大 主修行销学 补修美术 大学时期的陈妍希 凭借着清纯的美貌 就是校花级的人物 受到很多人追求 因为一次在大学选修歌舞剧课程 让陈妍希发现自己其实蛮喜欢表演 开始萌生了想成为一位演员的念头 学成回到台湾后 陈妍希被拍摄《流星花园》 成为台湾偶像剧教母的柴志平看中 卸下她准备培养她成为演员 陈妍希因此演出了多部偶像剧 在杨承琳和贺君祥的《幻花爱》扮演女儿号 是杨承琳的好友 个性活泼讲义气 那时候的陈妍希可以说是青春无敌 笑起来甜甜的酒窝 非常青春可人 只是这部收视夺冠的偶像剧 却也没能让她红起来 接着柴志平又安排她 在周玉民主演的《这里发现爱》扮演女儿号 这一次还和周玉民凑成队 在戏里有激烈的吻戏 那时候周玉民已经凭借着流行花园 在亚洲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但是这一次合作 仍然没能带热陈妍希 之后柴志平又让陈妍希 在当年爆红的不良笑话中 全是形象比较不同的角色 被为高冷的女儿号姜米 但是这一次 仍然只有让杨承琳和潘伟博的人气更高 四五年过去了 公司对她的投资 如同丢到水里的硬币 没有回应 公司也曾想过是不是她不适合拍偶像剧 于是就让她拍了一部民国剧《最红尘》 剧情堪称是华人版的《乱世佳人》 陈妍希在剧中饰演女一号 一位婚婉贤淑的女子 穿起袍的样子是非常美 让收视人士不温不火 于是公司也让她尝试着拍电影 在彭彦和陈奕涵主演的《听说》 扮演陈奕涵的姐姐一位听障人士 拥有着参加听障奥运的梦想 在戏中不但要学手语 还得学游泳 看得出陈奕涵为这部戏 误出许多 她在戏中的情感戏 生动自然 诠释得相当真挚 当时有人评价她 拥有干净全真的一张脸 以及动人的演技 让所有观众感动莫名 陈奕涵更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人演员 虽然最后没有得奖 但这部戏的评价很好 让陈奕涵有了一部 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陈奕涵在隔年拥有了单纲女一号的机会 和杨佑宁主演了电影《初恋风暴》 扮演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 不过除了清纯的外貌受到赞美外 这部电影的评价一般 但或许是这个学生扮相 让柴志平看到了她的潜力 让她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搭档柯震东演出《女一号》 品学兼优的女学生沈嘉怡 这部述说着少男少女 情色爱情故事的电影 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不只在台湾很受欢迎 之后在亚洲各国上映 打破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票房记录 陈奕希以清纯的脸孔脱俗的气质 获封国民女神初恋女神的称号 她以28岁的年龄 还能高龄演少女的表现 让她被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沉浅了多年的陈奕希 终于等到了她的高光时刻 之后的陈奕希有了更好的发展 更多的机会演出多部电影 《爱的面包魂》《花样》《在一起》 博尔神探更被中国的知名编剧 曾经捧红杨幂和赵丽颖的余正向重 邀请她演出《神雕小语》中的《小龙女》 在金鸿米的眼中 《小龙女》可说是数一数二受欢迎的人物 过去演过这个角色的人 许多都大红 早期的陈奕莲、潘影子、李若彤 以及近期的刘亦菲 都因为成功诠释《小龙女》 让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这无疑的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余正看上陈奕希情形脱俗的气质 认为和《小龙女》有很大的共同点 但是没想到造型一出来 陈奕希原论的脸庞配上牛角包的造型 被广大的观众戏称为《小龙包》 没有呈现出原著中 容貌爵士兵姬玉骨 既秀美洛仙又迷恶绝伦的形象 连香港导演王金 看了这部戏后都开玩笑的说 如果我是杨过 我会去郭湖 找陆无双当小三 然后请《小龙女》帮我带孩子 许多人认为这是造型的问题 但是当年周迅要演《黄龙》时 也被许多人认为外形不够美 演出后却用灵动的气质打动了观众的心 在古中剧中也不乏有造型不好看 最后却用演技说服观众的例子 陈奕希确实也没有透过演技 将这个角色发挥得很好 观众普遍认为太过本色出演 《小龙女》武功高强 剧中武打却不到位 真打的部分都是靠替身 和刘亦菲当年苦苦练习 随便就能劈出一字马的功力 相差很大 陈奕希索性在广告中卖起小笼包 这次演出也算是一种另类的代表作 当时陈奕希坦言自己第一次演古装剧 只是隔年又演了一部《秦时明月》 以为艺术景展敢来敢恨的医女端慕容 陈奕希结下这个剧本 也是希望可以打破过去温柔婉约的形象 不过演出的评价一般般 造型则是被嫌弃略显臃 而原著中现瘦的端慕容有些差距 在古装剧圈似乎吃不开的陈奕希 回头拍了一部《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 饰演职场傻白甜黄依然 这时候的陈奕希33岁了 还在演傻白甜 却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青涩气质 因此这一部戏虽搭配了演技拍的朱雅文 却没让陈奕希演出口碑 陈奕希表示 连续几个角色都笨笨的 也想演聪明一点的角色 她大胆挑战了中美合作的悬疑电影《夏威夷之恋》 扮演一位迎车祸而疑似产生幻觉的女医生 曾在美国生活的陈奕希 能以全英语的对白流畅演出 也首度拍摄国际规格的电影 对于她的演艺生涯是一次重大突破 比较可惜的是 这部电影并没有太大的名气 即后众多大牌明星 陈奕希演出其中一单元的女主角 在中国拍摄的电影《奔爱》 也只在豆瓣拿下惨淡的四分 陈奕希在演出《神雕侠侣》时 结识了戏中扮演杨国的中国男女员陈晓 男人因戏深情最后成为夫妻 陈奕希和陈晓在2016年结婚 豪华的婚礼在北京燕七湖举办 亭底陈奕希就生下一子 产后播出的陈奕希作品却变得越来越少 在2019年的电影《风中游躲雨作的云中》 也一位妖娆的女人 虽然跳脱了过去的框架 却没有太出彩 2021年主演的爱情喜剧 《跟你老婆去旅行》是一部春节赫岁片 但票房在台湾也只有千万元左右的水准 而当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光台湾就有4亿票房的水准差距很大 有多年前所拍摄的电视剧《我只在乎你》 陈奕希演出一代歌后 对了丽君 剧传这部戏的制作费高达3亿台币 却因为一直无法过审 至今还没播出 这几年陈奕希的作品屈指可数 自己似乎也对演员的质押 没有太多想法 许多演员都是陈前多年 等来一部符合自身气质的作品才能大红 陈奕希永远的脸蛋 清新的气质 是演艺圈少有的类型 在那些年中 陈奕希完美诠释了沈佳怡 但在其他的剧本和角色中 不管是古装还是时装 活泼还是温婉 陈奕希却似乎再也找不到定位 表现差强人意 今年的干脆就不演戏了 除了拍戏 也就参加了一档综艺 《乘风破浪的姐姐》 陈奕希的基础条件是很不错的 长得漂亮也会唱歌 只是在一群同样都是 30多岁的成名女性中 她又显得不那么耀眼了 陈奕希的声音甜美 过去发过专辑 还曾经想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但是后来没有继续精进 团体排练时 陈奕希就不断走音 最后分配她唱歌曲的A段 避开高音 在歌唱实际上不比专业的荣祖儿 演歌双切的成就又不比杨成林 说起跳舞实力 那更是临阵磨枪的水准 整体表演让人有些一言难尽 陈奕希在第三场就遭到了淘汰 在这个节目中 许多曾经辉煌过 现在却被认为过气的女星 重新闪亮起来 像是第三季中的王心灵 以一首爱你掀起无数人回忆 但是陈奕希在这个实际节目 网友对她的评价 却不是太正面 一些瞬间变脸和假笑的画面流出 和其他人的相处感觉有点尴尬 网友也犀利的评论 她想出挑 但是专业水平又不过硬 想做效果又放不下身段 想经营毒蛇吐槽人设 但是脸色臭得很真实 总之就是没有找到具体的定位 什么都干得不是太好的样子 获得了229个人赞同 就是实力配不上野心的感觉吧 有悦悦感 有野心 又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 不会说话 情商不太高 且实力不够 还不谦虚 不过也有人赞美她甜美可爱 皮肤很好 就是腰有点粗 演戏没有突破 参加综艺也没有再次活起来 出道十多年后 陈妍希在演戏唱歌跳舞 竟然没有一样是拿得出手的 陈妍希的演员之路 其实非常可惜 曾经在20几岁 就入围金马奖最佳新人和影后 曾见当年不只是运气好 碰到合适的角色 绝对是具有一定的潜力的 和她同时演出 《那些年儿走红》的柯震东 当年拿下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即使后来因为在中国被抓到客药 遭到全面封杀 演艺事业几乎全毁 她却坚持演员之路 在几年后 以《再见瓦城》和《金钱男孩》 两次入围金马奖影帝 不断寻求突破了柯震东 甚至当起导演 今年以《黑的教育》 入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十多年过去了 演技没有太大突破了陈妍希 没有再遇到和她非常契合的角色 不但和主流奖项几乎无缘 更再也拿不出什么代表作 最近一次上了媒体版面的 却是她穿上礼服出席影展 胖了很多 深途和金修罩差距很大的新闻 不禁令人感到有些可惜 观众认为 往后的陈妍希 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吗 另外一步 接纳立选论 接纳